大家好,我叫白吉娜,是苏伊士一文和大学语言学院岁年级中文系的学生。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爱极著名旅游经典,我们开始吧。 法老的真实游行 爱极丈夫为22居著名法老、女王和王后的木兰衣执行了商大的搬迁仪式, 同时还出现了商大的游行活动,成为法老的真实游行。 从爱极解放广场的博物馆到长南的爱极瓜家文明博物馆, 吸引了爱极和世界各地媒体的广泛关注和报道。 爱极文明博物馆成为法老们的兴致。 爱极文明博物馆位于爱极首都开罗, 爱极文明博物馆综合展示了爱极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风貌, 是一座极文化、教育、创新和研究的综合场馆。 地道爱极就必须地道金字塔, 金字塔是古代世界其大奇迹之一。 在数千年的时间里, 金字塔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筑物。 金字塔具有强大的宗教目的, 所以有很多游客来自世界各地来爱极是为了看金字塔。 除了只十文明的金字塔, 审视人连想, 其实还有一处不可错过的古迹, 那就是古称鲁克索。 鲁克索的重要, 出现在于它作用有旧的历史。 如今的鲁克索, 是世界上最大的鲁建博物馆, 有着宫典之称的名誉。 在先进鲁克索的古建筑群中, 保存最完整, 规模最大的是, 卡纳克神庙, 卡纳克神庙和鲁克索神庙, 相聚不到一公里, 有时鲁相同。 鲁克索也有戴尔伯和离神庙, 皇后古等等经典。 阿古形贝神庙, 是阿桑最重要的旅游经典之一。 菲莱神庙, 是阿桑最美丽, 最重要的旅游经典之一。 在世界上只有极大的知名度和吸引力。 所以它已称为一座现代旅游城市, 埃及的旅游商机, 那里弥漫着一股节热和欢快的气氛。 埃及也有美妙的岸海城市, 例如亚里山大。 亚里山大被称为地中海的新娘, 它还包括新代岸山的读书馆, 改造被长袍和美丽的海滩。 大河湖城市, 大河湖位于南西南城市, 我去过一次, 这是最美丽和安静的城市,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忘不了它的海滩。 它的南东地区, 是世界著名的潜水间之一, 还有山胡椒和山脉。 西娃以医疗旅游而文明, 因为它的沙子寄贡计了 适合期待医学拥处的自然元素。 一些统计数据表明, 西娃每年接待约3万名 来自埃及和外国游客。 西娃养后含有 帮助神奇功夫的元素, 不但可以消除神奇负能量, 而且还可以消除压力, 治疗多种疾病, 极大的吸引了游客。